大家好,歡迎來到每週一股的環節 今天在我身邊和大家推介股份的 有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Anno Anno,你好 二汶,你好 不如先回顧一下你上星期和我們的推介 上個星期,你和我們推介2328財險方面 見到表現都不錯 恆志方面,上個星期五收升了18點 至於股份表現方面,上個星期推介時報10.66 至於今個星期五收報10.78 都升了1.2,升幅超過1% 跑贏大事,Anno 我們看看財險的顧價表現 就算今天見到整體現立和大市相比上來 表現真的都不算差 始終在說內險股 其實上個星期整體現立 整體現立和表現真的沒有什麼方向 始終在說上個星期推介時都說到 其實短期來說 因為股份很難抱一個較大的憧憬 始終在說A股優勢 所以令到其實內險股短期來說 都很難有一個太大的變動在 但我自己看回中期後市真的看得不差 第一說其實整個內險市場上面 我自己看回內地的經濟回穩等等這些因素 我覺得後四港是有條件看股的線 再加上股值上面 亦都相對地比較吸引 所以我覺得財險中線級納的部署仍然可以維持 但現階段看到買入價 建議10.1這些位置 其實整個走勢上面 其實在10.5這些位置 都已經有個很強勤的支持在 所以10.1這些位置 能不能夠買到 是有一個風險因素在 但我都建議維持一個後低級納的策略 始終在說A股的表現 後市仍然可能相對比較反覆 如果A股稍微有些調整 我覺得財險調整到 看到10.1這些位置 100天線這些位置 亦都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建議 投資者如果有興趣買財險 暫時來說可以多等一會 可以回調到10.1 或者10.2這些位置 再去考慮吸納 好,財險方面 大家就要留意10.1的位置 Mano,今個星期 你又會跟我們推介什麼股份呢 自己看回內地的經濟情況不錯 我覺得一些部分相關的股份 都有一個炒足空間 而今次推介就是比亞迪電子250 推介原因最主要始終見到 上星期三巴克蘭發了一份報告 都看好比亞迪電子 將目標提升到4.43 我自己看回 其實後世來說 有條件再進一步提高一線 最主要 第一,他們在零部件上 一些金屬殼的生產上面 是有一個前景在 第二,自己看回 整個手機市場上面 從事裝陷業務上的公司 我覺得整個毛利率 是有條件從我的谷底反彈的 所以後世來說 我覺得比亞迪電子 暫時來說是有條件可以提高一線 不如跟大家一齊看看 比亞迪電子在今年上半年 中期業績的表現方面 其實中期業績表現都不錯 在營業額方面 上升了8.3% 主要毛利率亦增長了1.9個百分點 不過值得注意的 就是淨現金對權益比率 下跌了9.5個百分點 去到23%的水平 這方面會否反映財務狀況 是怎樣 看回整個中期業績 的確2013年的上半年表現得非常不錯 首先看到營業額保持著8%左右的增長速度 始終這方面反映著 始終整個手機行業 有個不錯的增長在 隨著訂單的增加 都帶動收入有個不錯的升速度 但留意可能投資者會覺得 只有8%的增長 收入增長表現不是非常強勁 但留意始終這個手機行業 始終頭半年是傳統的淡季 始終手機的出貨量一般的高峰期 都是來自第三季的尾段 即是九月份 甚至第四季才是傳統的銷售旺季 所以接下來下半年來說 我相信收入應該有條件 進一步做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可以看高分一線 始終看到淡季上的收入表現 仍然是非常良好的 最值得留意為何上半年份業績很好 就是看到毛利率方面 有個明顯改善的情況在 這方面我覺得受惠兩個原因 第一是零部件銷售方面 始終說一些金屬殼的銷售帶動到整體毛利率上升 第二是在裝嵌業務方面 我始終覺得這些從事裝嵌業務的工作 或者公司 未來的議價能力有機會提升 始終說現階段 始終對於太多的手機生產商 對於相關的產能 需求是非常龐大的 令到情況有些供不應求的情況在 我相信他們的議價能力 是有機會提升的 最後見到淨現金水平 雖然有下跌的跡象 但見到比亞迪電子 維持正現金對權益比率有20%左右 即是意味著現階段 手頭上的現金有接近20億人民幣 這方面這麼高的正現金 其實本身也反映財務狀況不差 至於為何正現金水平減少 最主要始終在過往半年 他們不斷增加自己的產能 這方面都用了不少現金 但在增加產能的過程當中 現階段水平仍然能夠維持正現金 都反映著比亞迪電子的財務狀況 我相信完全是非常健康的 好,看完一些收入方面的指標 亦都和大家看看一些 在業務上的收入分佈 見到其實收入都頗平均 在組裝服務 和銷售手機部件和組件方面 都分別有超過30億的收入 而同比增長亦是去到8% 不過似乎在地區的分佈方面 都集中在中國 去到8.5% 這方面為何這麼集中在中國 看看為何比亞迪電子的業務 集中在中國上面 最主要是整個手機行業 始終大部份的手機生產的工廠 始終都是位於中國地區 始終生產這些自行手機的零部件 或者裝嵌的過程當中 牽涉的技術水平仍然相對地比較高 所以其實整個行業來說 的確發達國家 像歐洲、美國等等 都有相關的工廠 但始終當地人工水平較高 所以基本上現階段大部份的工廠 都是集中於亞太區 而亞太區當中 中國或台灣 相對地的工廠數目 亦都是比較多 但內地方面始終人工成本 是有一個優勢在 所以其實見到比亞迪電子的業務上 大部份都是集中在中國為主 未來來說我相信這個趨勢 仍然會持續 因為始終見到 整個手機的生產過程當中 牽涉的技術 其實現階段的門檻仍然是較高 我相信未來來說 中國可以不斷地進步相關技術水平 令到本身提升技術水平上升 反而有利長遠的發展 而且在人工水平上 現階段雖然中國人工成本不斷上漲 但始終面對著 好像製造手機 相對地門檻較高的行業 我相信未來來說 人工水平較周至越南等地區 很難短期內取代中國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未來業務主要是集中在中國地區為主 第二方面 其實比亞迪電子在裝嵌業務上 以及銷售手機零部件 即金屬外殼手機外殼方面的業務上 都是各佔一半 但自己看 其實這兩方面的業務 後事來說仍然可以看高一線 所以我相信未來 2013年下半年的業績或整體延 表現真的不會太差 好,看完地區和業務方面的收入分佈 不如看比亞迪電子方面的客戶群 看到其實都有幾多手機箱 包括我們很熟悉的Apple Samsung、Nokia等等 不過似乎業務比較集中在華為 和Nokia兩間手機箱上 加起來超過五成 其實這方面會不會比較受 這兩間手機箱的表現所影響呢? 的確沒錯 為何比亞迪電子過往的三年來講 股價表現都相對不特別理想 特別在2010年到2012年那段時間 股價真的非常弱 或者是不斷地下跌 主要原因是其中這兩大客戶 華為和Nokia的銷售表現 真的做得相對比較差 但今年來講2013年 看到比亞迪電子的股價 做得非常之好 這方面最主要是受惠 看到Nokia新出的Lumia系列的智能手機 都看到有個不錯的增長勢太多 始終是說 以前比亞迪電子做不適的 都是做一些傳統的電話 一些功能電話的零部件為主 裝陷過程都是最主要做這些 好像Nokia 或者華為 都是說有些很多的功能電話都是佔比 都相對比較大的 但是看到他們的客戶 Nokia 和華為 現階段都開始不斷出一些新款的智能電話 這方面都令到他們的業務 開始有個從谷底的反彈 所以其實未來來講 的確沒錯 Nokia 或者華為的銷售情況 對於比亞迪電子的間接影響性是非常之大 但其實留意其他的公司 例如HTC 為例 其實未來來講 比亞迪電子的增長量點 都可能有機會落到HTC 上面 為什麼最主要 始終提及到一些金屬外殼 其實最主要是說一些HTC 新系列的手機 未來來講都會以金屬外殼為生產 始終在現階段整個環球市場上 從事這些智能手機的外殼生產商 有金屬外殼這個技術的 牽涉的公司不是非常之多 面對著這麼大的產能需求來講 不排除 也有大行部份 大部份在看 未來講HTC 有一半的訂單 有機會是給比亞迪電子做的 所以我相信去到2013年 其實HTC的收入佔比 對於整個比亞迪電子的佔比 應該會有一個很強烈的增長 不排除會升到5-10%左右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講 最關注比亞迪電子的 可能會留意HTC、Nokia和華為 這三間公司的銷售表現 好,Anna 也和大家看看 比亞迪電子和同業比較方面的數據 看到有富士康 和在台灣上市的 紅海、廣達電腦和和石 這方面,ESM和ODM 可否跟我們解釋一下 是否主要是代工生產的企業方面 沒錯,ESM和ODM 兩個都是代工生產的生產線 ESM最主要是靠一些電子機器 去從事一個 客戶指定了指定型號 指定了整個生產款式 由頭到尾 都是在客戶上 規定了怎樣去生產 純粹公司只是一個代工的形式去製造 你講到ODM 的確是牽涉毛利率會較高 主要原因就是 ODM這個過程當中 公司會牽涉一個設計的過程 會幫客戶設計的end product 究竟是怎樣去完成的 所以我們講到ESM和ODM 最主要也是代工生產線 而當中比亞迪從事ESM和ODM的業務都有 其實跟同業比較起來 看到從事ESM和ODM業務 包括大家熟悉的2038的富士康 或者其他台灣企業 其實見到現階段整個市場 平均的PE 都是大約徘徊在10倍左右 其實為何見到富士康的PE 相對地較高 最主要是因為 當然就是在說 因為始終在說 在2012年的時候 富士康是出現一個虧損的情況 在今年來說 隨著整個行業趨勢轉好 才有一個盈利貢猿在 所以盈利增長 未來來說 由虧損型的增長速度 可能會較快 所以現階段PE才會較高 其實未來來說 預料到2015年 大家整個行業的水平 PE 都大約是10倍以下的水平 所以現階段 其實見到 在整個ESM 或者ODM 行業過程當中 其實見到比亞迪電子 估值不算高 但是當然 同業比較上來 估值也未說非常低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其實見到比亞迪電子的估值 仍然相對地比較合理 所以未來來說 如果整個行業有改善的細態度 我相信整個板塊 仍然有條件進一步向上推 不好 安娥 剛才你都提到 金屬外殼的生產 就是你亦都比較看好的一個業務 亦都看到你和我們準備了 同一個金屬外殼生產商的同業的比較數據 不過見到一些比較的企業方面 好像可乘科技 紅海科技 以及海星方面 都是一些來自台灣的企業 其實為何會是這樣呢 我們看回港股上 從事金屬外殼生產 亦都應用在智能手機上的企業不多 除了比亞迪電子之外 另外一間就是巨騰3336 亦都有從事金屬外殼生產 但是在巨騰做的業務上 最主要都是集中在不技營電腦上 就是用Notebook為主 所以如果真的牽涉自行手機上 其實的確最主要都是為比亞迪電子為主 或者是另外一些加稅等等的公司 近期說有做 但是始終業務只是一個興起階段 如果論生產規模的話 論比亞迪電子的規模來說 其實可以比較的企業 都是最主要集中在台灣企業為主 主要原因是始終說 其實現階段 其實智能手機的生產之前提及到 生產技術水平相對地較高 其實內地 現階段特別是金屬殼的智能手機生產上面 都是現階段剛剛才擁有這個技術 相對地台灣方面 技術相對地較高 所以現階段很多的生產線 很多的生產企業 都是集中在台灣為主 但是相比起來 看到比亞迪電子的企值 雖然在2013年的PE上 預測上會較高一點 但是其實去到2014年比較起來 他們的企值上會進一步低 其實意味著 未來他們有一個較強勁的增長空間 這方面主要原因是相信未來 特別是在金屬殼生產上面 始終未來內地的一些廠商 有一個優勢在 就是人工成本較低 但是我相信未來他們可以隨著 搶了一部分台灣方面的市場訂單回來 未來可以在同業上 比較有一個更強勁的增長 所以我覺得比亞迪電子 未來整體現代的股價表現 或者業務上面 有機會跑贏一些台灣的技術為主 好 跟大家看完 比亞迪電子的中期業績的數據 以及收入的比例方面 亦都跟大家總結一下推介的原因方面 包括第一項 就是有組裝業務趨勢轉好 部件銷售模擬上升 以及技術走勢向好 其實安娜 剛才你大概都有跟我們說過 這些推介的原因 其實當中哪一個推介原因 你又是比較看好一點的呢 我看回比亞迪電子的股價 為何近期做得這麼好 最主要市場很多大安報告 包括摩通 JP Morgan 或者之前上星期三 剛剛出流的巴克萊均報告 都提及到 比亞迪電子 未來可以因為生產更多的金屬外殼 而帶動整體毛利上升 令到盈利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空間 所以見到第二份 第二個步伐 零部件銷售模擬上升 的確是主要原因帶動股價上升 但是自己看好比亞迪電子 其實在裝嵌業務上 我自己看回 未來的趨勢會慢慢向好 這方面是我自己較為看好的原因 但是在金屬學銷售上 這方面我反而會有保留 但是始終在市場憧憬上 未來的確看到 2013年他們金屬學銷售佔比 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相信在2013年 整體份業績出流之前 在這個憧憬下 股價自己 我覺得這個原因 仍然是有條件 繼續推到股價繼續向上升 不如逐個推介原因說一說 就講組裝業務趨勢轉好方面 亦都跟大家看看 內地手機行業的趨勢 見到手機的出貨量方面 增長相當之強勁 複合增長率去到86% 其實為何會有這麼強勁的增長 會不會是因為智能手機 在內地方面都未那麼普及 是的 這個為何一直以來提及到內地的智能手機 有一個很強大的增長空間 或者見到無論是蘋果 三星都好 不斷地去進攻內地市場 因為內地市場上的智能手機 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空間 現階段 你看一些發達國家 美國 甚至以香港為例 智能手機的滲透率 都接近八成甚至到九成 都見到出現 有一個略為飽和的情況出現 但相對地 內地現階段智能手機的滲透率 只有50% 未來來說仍然有50%的增長空間 50%的增長空間代表多少 始終有十億人口計算 50%是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空間 所以這方面 意味著內地方面 未來自行手機的增長率 會有一個很強勁的勢頭在 由2010年到2015年的年複合增長率 我相信要達到86%的增長速度 雖然數字非常大 但未必真的不可能 也見到近期來說 很多智能手機的增長速度 都是以一個倍數的增長速度為主 都反映整個行業的需求 非常激 其實最主要見到內地方面 現階段 特別一些便宜的手機 越做越便宜 好像一些小米公司 都見到大家推出的手機 真的做得越來越便宜 都見到整個行業 出現一個薄利多銷的情況 預計到2015年 智能手機的平均售價 可以去到1000元人民幣 其實見到現階段 好像一些聯想小米手機 一些比較平價型號的手機 的確見到現階段 每部智能手機的平均售價 已經是1000元人民幣左右 我相信這個趨勢會延續下去 所以見到平均售價 的確是有個下降趨勢 但見到出貨率持續上升 意味著整體現下 整個行業會採取一個 薄利多銷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整體現言 整個手機出貨量高 都會令到整體現 從事裝嵌業務方面的需求 會有一個很明顯上升的情況 沒有 似乎這個薄利多銷的形勢 就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其實這一方面 對組裝行業的形勢 有甚麼正面的影響 這個行業 整體現為何這個趨勢 會對比亞迪電子 或者整個行業有正面的幫助 始終過往來講 從事組裝的工廠 無論是比亞迪電子 或者是富士康都好 面對著一個問題就見到他們 其實整個自行手機的興起 由2010年開始 但由2010年到2012年之間 他們的毛利率仍然持續下跌 有一個原因就是 始終那段時間 自行手機剛剛興起 大部分的市場佔有率 或者是行業的龍頭 都是來自Apple 或者Samsung 甚至是比較大的HTC為主 但他們的耳駕能力 真的非常非常高 令到壓到他們的裝嵌組機的工廠 迫著一定要接他們的訂單 如果不接他們的訂單 未來來講的增長前景 真的不是太可觀的 因為像Nokia 這方面的銷售情況 是做得相對比較疲弱的 但是到了2013年 看到像Nokia這些手機 銷售情況 亦都開始有改善的情況 因為最主要是他們 從事更多的自行手機 令到他們大部分的訂單 都由傳統的傳統手機 改為自行手機 所以未來意味著 其實越來越多下游的參與者 包括Nokia 甚至多了的小米手機 聯想亦都不斷製造自行手機 越來越多的參與者 都令到這些手機商的耳駕能力 開始削弱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講 這些從事組裝工廠 第一他們手上的訂單 會不斷增加 第二他們的產能 可以不斷提升 而且耳駕能力 亦都有機會從局面反彈 我相信 正體言論 他們的毛利率 其實是有一個改善的勢頭在 所以從事組裝業務上 毛利率一般來講 過往來講 其實只有5-10%左右 亦都見到他們過往來講 在這方面業務上的毛利率 壓到好像富士康為例 壓到只有3-4% 所以未來來講 只要這個勢頭改善 毛利率是存在一個比較大的反彈空間 由於基數低 只要毛利率能夠提升一個百分點 我相信未來來講 對於他們盈利的能力 已經存在一個很大的增長空間 好,Anna 組裝業務方面 看得比較好 不過剛才你也提過 第二個利好因素 就是手機部件銷售毛利上升方面 金屬外殼方面的收入 可能有少少保留 不過看到有很多大項 都似乎看好這方面的毛利 好像巴克萊 看現時金屬外殼的毛利率 去到25%至30%那麼高 亦都比起塑膠外殼 ESM和ODM的毛利率 高相當之多 其實為何會那麼高呢 我想看回的確 現在很多大項報告都看好比亞迪電子 最主要是說他們金屬外殼的銷售 雖然自己對金屬外殼有保留 但是見到現階段的情況 的確金屬外殼的因素 帶動到比亞迪電子的業務上 是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最主要是說生產這些金屬外殼 相對地的毛利率 是一個較高較高的水平 都見到的 從事做一些塑膠殼 整體而言的毛利率只有10% 但是做這些金屬外殼 毛利率有25%至30% 主要原因為何有這麼高的毛利 始終說做這些金屬殼 牽涉技術是較高 始終說在金屬的生產過程當中 也要切割到手機這麼小的size的產品上 牽涉生產技術相對比較高 而且之前提及到的 這個生產技術大部份都是集中在台灣 或者一些發達國家為主 中國內地方面 現階段只是剛開始擁有這個技術 但是隨著這個技術慢慢成熟 我相信未來他們的發展空間 仍然是比較大的 所以最主要為何金屬外殼 有這麼高的技術 這麼高的毛利率 就是牽涉技術水平相對地較高 而正正見到內地方面 剛開始擁有這個技術 所以相信未來金屬外殼方面的業務 未來我覺得是有一個前景 有一個可觀的 的確是有一個衝勁在 如果從事金屬外殼的生產 牽涉的都是要用這個CNC machine 即是數值控制機床 就是數值控制機床 就是數值控制機床 的確是 如果從事金屬外殼的生產 牽涉的都是要用這個CNC machine 就是數值控制機床 始終生產金屬外殼 之前提及到的CIP10技術 是非常之高 亦都因此 其實是需要一個工人 去用一些比較精密的機器 去生產金屬外殼 所以其實在現階段 看到比亞迪電子 在過往一兩年 為何之前看到 他們的淨現金下跌 最主要他們不斷購買 這些CNC機器 去增加金屬外殼的生產線 看到現階段他們 整個產能都佔了全球的產能 提升到6-7% 都見到有個不錯的市場增加率 未來而言 其實預料他們生產了這麼大的產能 未來而言最主要 其實集團第一見到 好像說HTC為例 看到他們今年推出了新型號的手機 其實他們金屬外殼方面的因素 其實都見到市場比較受歡迎 相信未來而言 他們會加大金屬外殼的生產 所以未來而言 HTC面對的問題就是 不是很多裝堪公司 或者牽涉手機外殼的公司 能夠製造到這些金屬外殼 未來而言 比亞迪電子 增加在自己的產能當中 相信未來而言 可以搶到HTC 不少訂單 始終內地方面 有一個人工成本的優勢 再加上現階段 開始接觸到金屬外殼生產的技術 相對比較成熟 所以未來而言 我相信他們第一 可以靠HTC 手上 搶到不少訂單 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第二 講到Nokia 甚至華為的手機 雖然他們的手機 不是牽涉完全的金屬外殼 但是跟蘋果的手機一樣 牽涉的都有一些金屬的零部件 這方面都有一個不錯的增長速度 所以未來而言 我相信金屬外殼的生產 會成為比亞迪電子 一個比較重要的增長步伐 既然金屬外殼的生產方面 勢頭都增長得不錯 不如也看看 他跟其他同業的比較 見到似乎比亞迪電子的 金屬外殼收入佔比方面 只有1x1 跟其他剛才我們提過的台灣企業 收入佔比低很多 其實這一方面會不會有一個 很強大的增長空間 看回整體而言的確沒錯 最主要原因就是之前提及到 台灣早就在相對地這個技術上 相對地比較成熟 而內地方面都是近1-2年 才掌握到金屬外殼的生產 所以戰備相對較小 其實看回鴻海方面 相對地的收入戰備也較小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 富士康所拖累 見到富士康未來而言 同樣地都會生產這些金屬外殼 相信預料到內地這些手機裝模公司 未來的金屬外殼戰備會有所提升 這方面都會有助他們未來的金屬外殼的生產 而且為何未來比亞迪電子 從事金屬外殼生產 有機會提升毛利 最主要是比亞迪電子 現階段有的金屬外殼生產 主要集中都是回到一些notebook 個人電腦為主 但是之前提及到的 未來而言 智能手機好像是HTC 如果已經開始拿到HTC的一些訂單 相信智能手機方面的應用戰備 會有所提升 始終是 牽涉智能手機的金屬外殼製造 毛利相對較高 因為技術水平更加之高 始終智能手機那部機本身是比較小 未來而言 要做這部機智能手機的金屬外殼 會比製造電腦更加之難 所以享受的毛利 應該會是更加之高 所以我相信未來而言 只要他們拿到HTC的訂單 對於他們的毛利率 會造成一個正面的幫助 好,剛才你提到 相信智能手機的應用 會有一個增長的勢頭 不如同大家看看 在一個金屬外殼 在手機應用方面的趨勢 看到大行、巴克萊方面 亦都挺看好這方面的增長 相信會由2012年的5% 增長到2013年 去到5.5% 其實你自己 Anola 你又是否看得這麼好 我想看回的確沒錯 未來 我相信你看到之前提及到 比一隻電子自己本身都購買了 或者是增加了安裝了大量的CNC機器 這些機器之前提及到 都是從事金屬外殼的生產 所以未來而言 HTC 未來而言 特別說今年開始 HTC 新型的手機 都是以金屬外殼為主 這方面 雖然現時的HTC 市場減少率不高 但大部分手機都轉了用金屬外殼的情況下 未來而言 正確然金屬外殼的訂單增長的速度會非常非常大 台灣方面我相信都很難吃光 這些HTC 的訂單 所以部分的訂單 我相信會外流到 好像在說複子康 或者是在說比亞迪電子的 所以隨著HTC 的銷售 我相信智能手機的佔比 的確是可以一下子 可以由2012年提升到2013年的50% 始終看見之前提及到 這些金屬外殼的毛利率較高 所以未來而言 在從事生產手機零部件的過程當中 毛利率有機會從22%提升到26%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見到 其實短期而言 特別說在2012年到2013年的變化 我相信比亞迪電子的毛利率 應該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另外亦都給大家看看 在金屬外殼方面 對比亞迪電子自己的收入佔比方面 看到巴克萊方面 就看2012年的11% 會逐漸增長到21% 而之後的幾年都會保持著 一個兩成的收入佔比 而ODM和ESM都繼續佔超過五成 Anno 你自己是否這樣看 是否都有一個這麼好的增長 對 我想你自己看回 其實未來而言 這個收入分佔或者業務分佔 相對地是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自己看回第一見到圖表上面 金屬外殼未來而言 持續的佔比增加 都會帶動它們整體的毛利率 亦會上升的現象 其實看回 除了金屬外殼這個因素之外 之前提及到的 裝嵌業務上的移價能力 持續提升 都會有利整體毛利率上升 這方面會是2014年 2015年來而言 未來而言 毛利率增長的一個主要動力在這裡 但是看回未來而言 其實見到每個業務 佔比20% 都見到業務相對地比較分散 始終如果單單集中 在金屬外殼的業務上面 面對著風險會相對地比較大 因為一旦市場不認可 或者不喜歡製造這些 對於金屬外殼方面的喜好 轉變了 的確對公司來說 業務會造成一個風險在這裡 但是見到未來而言 他們的業務會相對地比較分散 反而這方面是會以一個風險因素 所以我覺得終極後市 比亞迪電視 其實是有條件繼續這樣看好的 談完兩項業務的趨勢方面 亦都跟大家看看 比亞迪電視的股價表現方面 見到股價圖方面 由年中其實曾經都去過5元的高位 不過之後就輾轉回落下來 其實現時的股值 是不是都對於你來講 是不是亦都相對吸引 現在是否一個入貨的時間 看回今年來講 比亞迪電視的股價表現 真的做得相對地不錯 見到年初的時候 一度升到接近5.1號多的水平 但是之前提及到的 現階段說以4元左右這些位置去計 其實股值只是相對地比較適中 未至於在吸引 所以到5元那段時間回調下來 最主要是股值真的相對地比較偏貴 也都見到終極業績上面 始終在淡季的情況下 見到業務改善的空間 不是非常之大 都導致股價從高位跌下來 但是其實基本因素真的不差 當時炒上去 雖然主要是衝敬金屬外殼的銷售 但是我想說 金屬外殼銷售的表現 其實在2013年的下半年 反而才會反映出來 所以你看到2013年的業績 真的符合到之前 以上兩個利好因素 股價是有條件 再進一步向上衰 你跟技術手段上面 第一看到圖表上面 第一看到 整個技術走勢上面 都見到突破了一個下降三角形態 其實見到都成功突破了 這條的中期下降軌 我始終覺得現階段的股值合理 如果你說市場氣氛轉好 的確是有條件 再炒上去到52週高位 5元這些位置 現水平4元這些位置 升到5元 直播率我覺得是非常吸引 只要將止洩位置放在橫行區間 底部 即是3.3號這些位置 相對地現階段的股價 投資價值 仍然相對比較高 第二個見到技術指標 MACD都發出了一個紅牛的利好信號 短期來說 的確是同樣地有利股價 進一步向上推 第三就見到下面上面 見到成交金額 近期來說 自從巴克來份報告出了之後 成交金額的確有改善的情況 所以綜合這三個條件 我覺得整個技術走勢上面 是有利股價再挑戰到52週高位 好 阿農 同大家看完幾個推介原因之後 亦都同大家看看 比亞迪電子的風險因素方面 剛才我們一開始就有提到 比亞迪電子的客戶群 都包括很多間不同的手機箱 包括Apple、Samsung等等 而當中最集中的其中一間就有華為 其實這一方面 他們的銷量是不是都有時 可能不是那麼好 的確是的 現階段華為的定位能力 都開始有一個領導市場的疑問 以前說華為是在做一些 比較便宜的低價手提電話 看到市值以來都是以量取勝的 但是看到特別說一些 中低端的手提電話上面 看到現階段競爭越來越激烈 包括一些中國無線2369 或者中興通訊ZTE 甚至說新興的一些小米手機 都蠶食了他們不少的市場佔有率 所以未來來說 我相信它能否突然間出現逆轉 那個情況相對比較難 因為說華為的手機定價 都相對地也不算非常便宜 所以未來他們的出貨量 可能有機會真的持續疲弱 至於HTC 也是 看到沒錯他們新出的手機 剛剛出來的時候 的確是大受歡迎 但是銷量仍然做得不太好 這方面未必說真的手機不好 最主要是公司上 銷售策略做得真的相對地不太理想 這方面我覺得未來來說 華為的銷量 HTC 的表現 都會成為比亞迪電子的風險因素 但是始終說HTC 特別是說HTC 的公司 對於今次來說 比亞迪電子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 因為說金屬外殼 基本上完全是靠賴HTC 的銷售 但是未來來說 就算HTC 銷售平衡也好 大部分的手機都轉用金屬外殼的情況上 都面對著 即是HTC 對金屬外殼整體的需求 會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所以這方面 對於比亞迪電子來說 未必說真的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好 安娜 第二個風險因素方面 就是手機行業的變化很迅速 以及消費者的喜好都無定常 其實這一方面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經常會轉換金屬殼、膠殼 以及一些皮殼 其實這一方面又會對比亞迪電子的業務 帶來一些什麼影響 這方面真是一個非常大的風險因素 自己之前提及到 為何對於金屬外殼 看得不是太樂觀 就是最主要這個風險因素 始終說沒錯 你說HTC 或者市場上現階段 不排除也有消息 未來來說 Nokia 的手機都會轉用金屬外殼 現階段一些消費者 對於金屬外殼 是看得比較樂觀 或者是比較喜好 但是見到最新推出的 講的是Samsung 的 Note 3 都見到 底部上都是用一些皮殼為主 不排除你之後會不會突然市場 突然間一窩蜂地喜歡皮殼 而不喜歡金屬外殼 如果一旦出現這個情況 講的是比亞迪電子 個案來說 一些加大金屬外殼的生產市 就會白白地浪費 對公司來說業務 會造成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這方面值得留意 但是現階段勢頭 都未見到金屬外殼 突然間有一個轉變勢頭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是可以留意相關的因素 但是見到 只要金屬外殼的勢頭仍然存在 後事來說 仍然是相關的因素 值得繼續這樣憧憬 剛才也提及過 Nokia 就是比亞迪電子 其中一個最大的客戶 這方面其實微軟 收購了Nokia在今年 之後都未有正式宣佈 之後的發展定向 這方面又會為比亞迪電子 帶來一些什麼風險 我想你再看看 為何今年比亞迪電子 年初至今的股價表現 做得非常之好 除了之前提及到的部份利好因素之外 其實講到Nokia的表現 對於比亞迪電子來說 都有一個很大的佔比 始終講到Nokia 佔了差不多比亞迪電子收入裡面 佔了差不多接近25%以上 所以未來來說 Nokia的銷售策略 的確是會值得關注的 其實見到今年來說 特別講到Nokia Lumia系列的手機 其實在歐洲上面 講到市場佔有率 都不斷擴大 講到只是微軟的RM 的Window 8系統 其實在歐洲地區上 講到現階段 都差不多最近蘋果的市場佔有率 即是相差1個百分點 所以見到Nokia現階段 其實整體表現 特別在歐洲市場上 是做得相對的比較不錯的 但是你說微軟收購完 Nokia的手機之後 未來來會怎樣發展呢 現階段仍然是定位 相對的不是太清晰的 擔心截走之後 會不會令到銷量再次轉差 是有相關的風險因素在 但是自己看回 其實現階段微軟 雖然在管理層上 或者是在業務上 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動 但是留意一下 我相信他們的最終目的 都是希望自己的 Window 8這個手機業務系統上的平台 市場佔有率不斷提升 唯一的方法 都要拘大Nokia本身的手機銷量 所以只要未來來說 Nokia的銷程仍然是持續改善的話 我相信對比亞迪電視來說 絕對是一個利好因素 好阿努,跟大家分析利好和風險的因素方面 大家都很有興趣 知道定價策略方面應該是怎樣 這隻股份在現時的市況下 應該如何部署呢 你留意一下 比亞迪電子 其實看到上星期三之前 巴克萊出現的報告之後 股價由三個半的位置明顯抽升的上力 到今日中午的時間 在今日的時間 差不多接近見過4元的水平 看到升勢這麼強 自己之前提及到 技術上有突破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現價再追直播率相對比較吸引 目標可以先看5元這些位置 你講現階段現價 大約3.95元這些位置 你看5元這些位置 利潤也有兩成的利潤目標 我自己看 只要把指示格放在3.03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這個股份可以值得中線持有 好,Anno,謝謝你今天這麼詳細的分析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有問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歡迎打來204-6566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